好的 话说现在华人出演好莱坞的电影也是越来越多了 那些好莱坞制作方似乎为了赢得更多的中国市场 也是在影片中添加了各种的中国元素 不过很多的中国演员只是在影片中完全就是一闪而过的镜头 甚至仅仅是在大陆市场播出的时候 才会有中国演员的播出版本 比如说《钢铁侠3》里边的范冰冰和王学奇的友情出演 就让很多中国观众大呼 好像是打酱油来的 不过有夏剧生说是《韩庚》也将出演《变形金刚4》 这次咱们的全名偶像《韩庚》会不会也是打酱油的 剧本就要去美国拍摄了 但是竟然连剧本都没有拿到 这有点不太正常吧 那你知道自己的戏份大概多少吗 什么剧本没拿到连自己有多少戏份都不知道 我说韩庚莫非这是王家卫知道的《变形金刚》 或是戏份实在太少根本就不用剧本吗 之前范冰冰什么的都去打了一下酱油 你害怕不害怕自己这次的热命运吗 你觉得应该不会吧 这个应该说的有点勉强啊 不过不管戏份多少 咱们中国艳员能在好莱坞占据一席之地 懂事件好事吗 这不 韩庚就为了《变形金刚4》积极准备着呢 英语健身一样都不能落下 我从去年到小时一直在学 娱乐新年地 我不要打酱油报道